各位,謝謝你們 今天來到我這個 考完事的火鍋晚宴 恭喜你, 絕虎虎 真是可惜, 今天我們不拼人了 不然我們就會金熱鬧鬧 沒辦法, 朱領、麥克和John 在外國走夜忙著 好像沒有塗布了 有, 這裡… 謝謝 還有牙籤嗎?在你後面 你這麼熟悉家暴? 當然了, 我經常上來打機 等Lisa下班, 比屋主熟悉 還有甲牛, 你別吃那麼多 留給風少爺 這是牛, 我剛才過來交菜 我和Candy有份夾的 這麼好?看來你們美甲和芝卜的生意 都可以 你就威風吧, 我看過你們的社交平台 全部都是客人稱讚他們的留言 我們怎麼救下夏威 你畢竟檢查我找工作也行 我聽說他現在做大龍先生的兼職保鑣 一個月有五萬五 這麼多? 誰告訴你? 阿國…你之後轉全職吧 整個月就有十一萬 是的, 今天小龍先生才問我 轉不轉全職 話說他的手弄傷了 所以我現在開車要載他 他也很滿意我表演的時候 你真聰明 不知道大龍先生連小龍先生都能賣身 看來接龍的前頭一片光明 是的, 話雖如詞, 但我用了這麼多時間 到這個營養學的程度 我都想何以置用, 幫一些有需要的人 所以我打算不做這裡了 也努力在認識營養師的工作 別打電話, 我就是喜歡你 你不擔心, 好有理想 你沒人姓, 有份信工你也不做 不在我在補習社撿了之後 又教人跳舞, 又幫人私人補習 才找得計算這麼多 這麼多飯事還在我身上 你以為這份工作不好嗎? 規模小了一點 我想做大公司, 薪金福利好一點 但我已經發了很多信息 都沒有回音 大公司的行政一向慢一點 可能你再等幾天就有消息了 一家慢就說而已, 難道每一家都慢嗎 我也是黑的, 注定跟大公司沒緣 你黑不香, 有沒有問過那副塔羅 沒有, 免費幫你占包 這麼囂張? 這張 聖杯王牌, 正位 看來你有新開始 今年不會有白痴 對… 如果你想吹黃一點運勢 買我的水漬 頭盤是煎鍋, 主菜是賣水漬 甜品是不送食 對, 我是為你好的 給你一個友情介紹 不用買這些難貴水漬 我走運了 我進入接龍MT的第二次 但你的前輩也是在接龍工作 你不介意跟他一起工作嗎? 只要工作好, 不管那麼多 總之不同部門可以 你不介意, 不難保抹牌不介意 你知道, 他是人事部 只要他靜雞金賊會怎樣? 那又不會, 我偷看過他的社群網站 他最近放大價 恐怕連我們應付了也不知道 是… 其實阿壯在MT工作 你可以問他怎樣才能成功考進去 原來阿壯現在不是漢工嗎? 對, 他去日本幫壽先生工作 有段時間不回來 阿壯不在, 還是在? 為什麼? 你剛才說你這段時間見到細龍先生 他還很欣賞你 由你說一句好跟阿壯說一句吧 不是的, 我跟細龍先生沒那麼友善 你跟大龍先生是友善吧 你做了他的司機, 保錶這麼久 無謂一些小事值得給大龍先生 什麼小事? 都是來的大件事, 效果 明白的… 我聽說, 這些梁西根椰 是細龍先生負責選人的 所以找大龍先生也未必可以 你幫幫我吧 反正你也不做了 你幫了又壞了也沒所謂 是… 是, 大龍, 你說得正好 你幫洞秋風 對的… 嘗嘗 對了, 十五分鐘後就行, 你準備好 好, 細龍先生 就這樣, 我剛才剛好經過了長島酒店 我看見他伸出了一些紅絲用蛋糕 我特地買來孝敬你, 你看多漂亮 是多漂亮 是吧 無緣無故買東西孝敬我 你是不是做錯事了 你不是掛花了我的車吧 不是…沒有… 但是我有個忙想你幫忙 行了, 是不是想加薪嗎 我幫你跟爸爸說, 轉你做全職吧 我看你做到事才幫你揮 當然了, 但是其實我… 蛋糕我真的沒見過 先拍張照片給Luna看看 糟了, 細龍先生他氣錯了 還怎麼幫忙又開口呢 幹嘛閃閃閃閃 還要關閃 其實我今早已經是這樣的了 我幫你找了行政部上來跟著 那人呢? Andy是行政部主管 他應該會優先處理我的事 但是因為他請了假, 他不在 而剛好大小姐那邊也有事壞了 行政部的同事又怕得失大小姐 所以就先幫他處理了 怎麼搞的? 那隻龍一連說兩句 就每個人都去幫他? 看來只有一群主管級的人 是自己人不足夠 我要全公司上上下下的人 都是自己人才行 什麼小龍先生, 你想自己埋班嗎? 其實我朋友他一直很想進來接龍做 他一直很仰慕你 這是什麼人?我用人很嚴格 當然了, 他是我島大的同學 他剛剛收到通知 他進了接龍MT的第二年 進了第二年, 即是有這麼聰明 是的, 我覺得他很聰明 做事還很合理 看你平時做事快、狠、準 看別人的眼光也應該不差 好, 叫他明天來見我 不用再接龍了, 我直接給他做 謝謝石龍先生, 你相信 還以為最多都是面試時 石龍先生會對我鬆手一點 想不到你說一說 我連結業也不用結業 不是, 石龍先生有多做事的企理 看人不會差得去哪裡 你也不會有這次的機會 我知道這次全球了, 一定請吃飯 兩餐也要請 昨天你跟我說完這個好消息之後 有其他大公司打來說有第二年 我都倒下了 我真的很期待入接龍 可以在這裡大展拳腳 來, 先拍手 先拍手, 太好了 花花, 你放心, 我一定會秉公扮你 雞, 給杯咖啡、小奶拿手 立刻沖 我幫你拿 石龍先生, 這位是我想進來 召籠做MT和很仰慕你那位朋友 石龍先生, 你好 夠樣… 慈子孝, 你帶你朋友來做什麼? 你昨天說, 我昨天不是說了 最討厭人家靠裙帶關係嗎? 你聽不懂嗎? 不是, 你說第二年也… 就是因為有第二年 所以進來接龍做 全部都是要經程序的 你想靠關係幫你的朋友進來接龍做? 但你答應了 我就是答應了 我會大公無私地幫助MT的面試 他這些走得後門的人 人格是很有問題的 我們接龍是永遠不會請的 明白嗎? 麥克思, 拿給你爸爸 謝謝佳叔 爸爸, 不行 大家, 就這樣了 再見 再見, 老闆 我再你的頭, 你們不是說好了嗎? 他昨晚也不是這麼說 他現在說明了, 絕對不會請我 我來幾天都沒用 我現在怎麼辦?怎麼辦? 冷靜點, 你讓我查清楚這件事 看看有沒有彎轉, 你真是騙 大龍先生說接龍在無法鼓勵的 商場的維修費嚴重奧筆 主要原因是因為 那裡全部請的人都是裙帶關係 一有事就互相包庇 令公司虧了很多錢 所以細龍先生是擔心 因為你而請我 算是裙帶關係的一種 大龍先生會不喜歡 像是 怎麼搞的? 我沒有一腳才來踩球車 重點不在, 重點是 今天細龍先生點了理相 而他是主考官 如果你是去第二任務的話 他會認得你 電郵會這麼欺負的 看來我還打倒其他大公司的第二任務 我也想不到事態是這麼發展的 不過幸好的是 你有原本的工作嘛 你可以騎牛尾馬的 騎鬼騎馬嗎? 你跟我說可以見細龍先生的時候 我已經辭職了 何解你要這麼衝動 你應該嘗試 你真是這份再辭職了 我這麼想? 又是你要我今天見細龍先生 那你可以跟我說 我再幫你約日子 這麼難得可以直接見到CEO 我當然是坐定立刻 以為可以進到接龍 就算是索性辭職了 誰知道現在 我連憑實力考驗的機會也沒有 我在你這麼激動的情況下 我好像欠你一句對不起 現在說對不起有什麼用? 對, 說對不起沒用的 我們現在想的是怎樣解決這件事 好, 衝動是無法解決任何問題的 你現在應該進去洗臉 讓自己更新, 我們再談好嗎? 好, 好, 好 Hello YouTube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劉沛月 阿門 我是蔣祖文 我是弘定欣 我是江美儀 立刻訂閱這個 YouTube 頻道 收看 TVB 精選劇集精華 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 Like 和 Share chưa? 字幕閃光